各位亲爱的家人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探讨 应用道来改善亲子的关系 人类的科技越发达 物质越发达 越是城市化都市化 要知道往往离开大自然会越远 当人类越离开大自然越远的时候 人类很多的被天之道的行为 就会一直的出来 很多的行为是违背大自然之道 违背天之道 后面会产生很多的副作用 痛苦灾祸 这个绝对不是我也很耸听 所以人类很需要是了解天之道是什么 大自然的运转法则是什么 我们需要去客观的认清了解 也把人类有些偏差的观念 导正导回来 能够符合天之道 如果人类的所作所为符合天之道的话 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的温馨和谐大爱 地球也能够永续经营 好 我们现在进一步来探讨 改善亲子的关系 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过小孩子的阶段 很多人也有养育小孩子 但我们看看我们过去成长的过程 我们在小孩子的阶段活得很快乐 还是痛苦 还是有很多的压力 我们回顾想想看看 当我们对待我们下一代的时候 原则上我们都是爱小孩子 但是很多小孩子 他呈现出来的是痛苦 抗争 反叛 为什么会这样 这里面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观念做法 我们是用错误的观念在对待小孩子 包括我们的前一代 我们的父母 他们是爱我们 但是也有不少的观念做法 是不正确的 好 我们现在来继续探讨 来 我们来看 树根为什么会长成这样 阻挡 还有 树根为什么会长成这样 你看到这两棵树 你看到这两棵树 树根是畸形的发展 为什么它的树根会畸形发展 因为它在成长的过程 被一个小小的花盆 把它框住 局限住了 所以在成长的过程 它的树根没办法正常的生长 生长 所以就变成畸形的发展 我们用小小的盆来孕育树 空间很狭窄 所以树在成长的过程就变成畸形的发展 这样可以体会到 来 我们再看 这一棵树 你现在看起来没什么 我们再把它拉进来看它的树根的部分 主人是在树小的时候 很好心 也为了美观 所以在这个树的旁边 用砖块水泥 然后把它围一圈 这个是怎么断裂的 对 所以不要以为树它没有生命 不要以为树它没有绝受 树它充满的生命 充满的活力 它成长的过程 你给我的范围太小 所以它不得已要把你给的那个范围 要把它撑开 撑破 你看 如果以你来讲 这个水泥这样的牢固这样的坚硬 你能不能把它撑开 不容易撑开 等一下后面还有包裹的更严重的 那我们看看树 它把你围住的那些水泥砖块把它撑开 为什么要撑开 它成长 它需要更大的空间 人类给它的圈起来的范围 太小了 所以你看 这个砖它还不是说从一块砖一块砖这样的分开而已 它是力量 因为它这连得很牢固 所以它从砖 这个砖是很坚硬的 从砖中间裂开 断裂开 你就知道树干它在成长过程力量很大的 你看起来它好像没有什么力量 没有什么作为 看起来好像无为 但是它却告诉你 我是很有力量的 这是不是事实 不需要吹捧 只是你有没有静下来去看到而已 植物都很有力量的 以前我们也有播过一张幻灯片 让大家看 一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草 把那个厚厚几公分的那个柏油路边 把它掀开 你看 这个它以前是保护的更详细更严密 但是这个树它在成长的过程 你看 树 有没有力量 如果它这样的一个牢固的范围 如果我是在中间的话 你叫我这样撑开 我承认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可以撑得开 你们谁可以 可能大力士的大概可以吧 但是你看 植物它默默无言 看起来无为之中 它却把人类 你给我的范围太狭小的 然后把它撑开 所以你看 这个都是连那个底部都把它掀开 好 我们要了解 什么叫做假爱 什么是错爱 什么是真爱 如果你对什么是假爱错爱 不了解的话 真的 我们会很多错误的爱来对待 这就是要学习的 本来是可以不需要学习 如果人类没有离开大自然 如果人类是过着合乎道的这种生活 不需要学习 大自然它会告诉我们 我们的良心它是合乎道的 我们良心也会自然的呈现 浑然天成 它就会知道怎么样去爱 但是因为人类被错误的价值观 被错误的论断 然后让我们立下了很多那些不正确的观念之鉴 结果往往我们用习以为常的那种价值观 功名利路的心来对待小孩子 那这样你的爱就很容易形成错爱 什么是假爱 假爱就是有很明显的不良动机 像钓鱼的人 他用一些鱼儿给鱼来吃 看起来对那些不了解的鱼而言 他以为你是给我食物吃 但是他背后是有很明显不良的动机 你来吃那些鱼儿 他就把你吊起来 让你丧命 这是假爱 那为人父母 不会用假爱来对待子女 都会 我是真诚真心 为小孩子好 我在养育小孩子 但是这个好里面 很多是错爱 但为人父母不知道 我们要学的是真正爱 那真爱就是无条件无所求 真爱它就是生而不由 为而不是 长而不宅 道的自然流露 我们看看 人类很多那种错爱 我爱一样东西 你看在大自然里面 这些鸟龙是谁造出来的 人类 自以为很聪明的人类才会造这个鸟龙 那造这个鸟龙就让众生失去了自由 他认为我爱你 对 人类的爱很容易用这种 我爱你 但是你要在我可以看得到 符合我的意识 然后这样让我爱 而这个小鸟 它就失去了自由 这就是人类所谓的意识时 主宰欲 要占为己有 所以让动物就失去了自由 这只老鹰 来 我们来看 它虽然能够跳 能够稍微展翅 稍微跳一下 飞一下 但是它快乐吗 不快乐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为什么不快乐 被人类的那个 爱 我爱你 被人类的那个爱 把它束缚住了 对 主人很爱这个老鹰 对 你很爱他 但是他却被你爱的 失去了自由 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 我们能不能让这个老鹰 来自由选择 能不能真正用他所喜欢的方式 来爱他 真正的爱是顺着动物的本性 来爱护他们 真正的爱是让被我们所爱的对方 让他真正的得到快乐 幸福 记得 真正的爱是让被我们所爱的对象 能够真的快乐幸福 喜悦 错误的爱 是用我所要的方式来爱你 那这个爱里面是为谁 是为自己 错爱 是用我所要的方式来爱对方 而这个爱表面上好像是爱对方 事实上这样才能够符合我内心的所要 所以错爱是为了自己而爱 真爱是给众生真正的幸福快乐喜悦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主人爱不爱这个老鹰 爱 他很爱 很照顾 但是这只老鹰 你看我失去自由 有没有看他的眼神 如果我们真正爱他 如果我是这个主人的话 我会把你的这个脚梁解开 让你自由选择 如果你要高飞 那尊重你 如果你要留在我身边 我会爱护你 照顾你 我们能不能让这个老鹰来自由选择 一般的错爱 就是用我们所要的方式来对待他 而不是针对以老鹰 他本身所要的方式来爱他 这就是错爱跟真爱的区别 所以你看 我爱你 但是你要在我可以掌控的范围 这就是错爱 错爱让众生失去了自由 所以你看这只老鹰 不管他再怎么样的展现 就是没办法真正自由自在的飞翔 所以你看他有没有很无奈 有没有看到他那个无奈的情况 这就是用错爱在对待 如果我们用错误的爱的方式在对待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子女 就会被我们爱得很无奈 很痛苦 所以同样是爱 但是是错爱还是真爱 大自然呈现出来是生而不由 唯而不是 长而不宅 那生而不由并不是说 生了之后 那就没有责任心把他丢掉 不是这样 刚才我们播放给大家看的 那个动物不会没有爱 都会养育你 很认真很积极的养育你 但是他不会把他赞为己有 不会把他作为自己生命的附属品 不会这样 不会一直要把众生细腐住 不会这样 那有的人他就认为 好了 我解开他的脚疗 我没有拘束他 我这样比前面那个 我要民主多了 对不对 他说我没有束缚他的脚疗 我们要用脚疗束缚他 他可以自由自在的走动 看起来好像民主了 但是换汤不换药 用另一种无形的囚劳 把他所爱的囚禁在里面 在他所爱的范围里面 认为这样我才能够安心 认为这样你才是乖 而这个被所爱的呢 一样 他常常会 没办法真正的自由 没办法真正的开心 所以有时候会垂头上去 更严重的 有时候会得到忧郁症 如果让他回归大自然的话 不会这样 像这种作为 你看这就是人类的那个错误的爱 介入 然后让很多动物失去自由 所有的动物 包括所有的人 都希望能够被尊重 自由自在 大家都希望能够自由自在的分享 人会有暴力 就是因为他的自由被剥夺 他痛苦 他才会有暴力 如果你能够尊重他 让他自由自在 合乎天之道来运作 要知道 大家都是喜悦 内心自然充满爱 你尊重我 我也一定会尊重你 所以如果众生他受痛苦的话 他会设法要挣脱脚了 就像如果小孩子被父母亲爱得很痛苦 父母亲越强势 要知道小孩子被爱得越痛苦的话 他渐渐成长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叛逆 还小的时候 他不敢顶嘴 渐渐大了 他就敢顶嘴 敢叛逆 那在这个叛逆的过程 父母亲认为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不听话 以前你都很乖巧 你现在怎么敢这样 他在告诉你 我很苦 所以小孩子在叛逆的时候 那已经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些迹象 我们要调整 要静下来听听 小孩子他为什么会这样 能不能让他讲出他内心的真心话 真的要去用真爱来对待他们 如果你没有改善的话 这个小孩子他越大 那个叛逆性越强 那父母亲不了解的情况 父母亲又没有成长的情况 他会认为 这个小孩子不孝顺 我怎么养了这个不孝顺的小孩子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我这样的爱护你 你怎么不孝顺 你怎么叛逆 要知道 就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 被错误的爱所对待 成长的过程 如果他过得很快乐 记得小孩子他不会叛逆 在真爱的环境下 长大的小孩子 他越会懂得用爱来对待别人 如果他在痛苦的环境里面长大 他就会暴力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 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前一节我们透过一些动物 让大家了解 大自然是这样在运作 你怎么用很多的那种价值观 来让小孩子产生那么多痛苦呢 事实上 小孩子包括大人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被尊重 大家 你也能够受到尊重 你也尊重我 我也尊重你 那大家能够自由自在 你自由自在的话 他就会快乐 快乐 他一定会自然的 慈悲心爱心流露 他会有称心 会有报复心 就是因为他内心痛苦 痛苦就是他没有被尊重 所以我们要体会到的特征特性 然后来改善我们家庭里面的亲子关系 真的你体会到的特征特性之后 从现在开始你会好好的善待家人 让小孩子能够真的快乐自在 希望大家了解一点 家庭里面亲子之间的关系 如果有冲突 紧张 小孩子痛苦的话 要知道 那个主要的关键 大人本身占的成分非常大 因为小孩子在家庭里面 他是被父母亲所主导 所影响 父母亲大人是占绝对优势的 小孩子是被父母亲所影响 所主导的 所以如果小孩子他产生叛逆 不满痛苦 我希望为人父母 能够放下那些过去的严肃那一面 能够真的跟小孩子站在平等的立场 跟小孩子如同兄弟姐妹 跟他平等的立场 来聆听他的心声 你能够这样的话 小孩子他会告诉你 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一般父母亲就是 用我所要的方式来爱小孩子 就像人类用我所要的方式来爱老婴 这样就会产生很多痛苦 那有痛苦 就会有后面很多的冲突 摩擦 好 我们来看 这是几个月前 在马来西亚那边拍到一个情况 一般小孩子都会很喜悦 蹦蹦跳跳 很活泼 很可爱 很好动 活泼 可爱 喜悦 但是我看到这个小孩子 你看 在跟我们相处的几分钟里面 都没有任何的笑容 我想说 长相是蛮可爱 但是他人心 一点都不快乐 我想说 拍他的长相这样 蛮可爱的 要拍下来 结果要拍 大人跟他讲 你要怎样摆个姿势 然后让他们拍 快乐 但是他都没有任何的笑容 有没有看到 都没任何的笑容 大人还过去教他 你要怎么样比 怎么样 竹鼠要拍你 那你比个姿势 但是手也没有动 然后没有什么表情 我知道这个小孩子心里生病 我们有一位很好心的学员 过去要协助他 要跟他一起拍照 因为他的外表外相是 看起来好像蛮可爱 蛮特殊 但是他的内心是很不快乐 我们这个学员过去协助他 告诉他 来我们现在来被拍照 怎么比 然后你看 还告诉他怎么比 那你看这个小孩子 怎么样 都没任何表情 要知道 这个小孩子内心是很苦的 被父母亲不正确的观念 或是很多的教条观念 让这个小孩子失去了纯真 失去了活泼 失去了喜悦 所以这个小孩子 事实上他心灵上是生病的 蛮严重的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因缘 可以协助他 如果有因缘 父母亲把这个小孩子交给我们的话 我们会设法让这个小孩子 把心结打开 好 我们再看看 这个是在大陆这边拍的小孩子 你们这边还有不少小孩子留这种头 很可爱 威脸 父母都会很自然的爱小孩子 真的 那我们看看 小孩子他本身呈现出来的 就是那么样的天真 大人把他理个什么样的头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美丑 所以理这个头也是大人的意思 我是觉得说 这个还蛮可爱 你看小孩子的纯真 所以背后都是大人在主导 这一章并没有说大人对错好坏 而是我们要看到 小孩子是很纯真的 他们都是受大人的影响 受大人在主导 所以如果大人没有学习 没有成长的话 你用那些错误的价值观 来爱小孩子的话 这个小孩子会被爱得很痛苦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应该两岁左右吧 他穿着他妈妈的高跟鞋 有人说 我们穿鞋子一定要穿合脚的 对不对 他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离谱 但是当我看到这一幕 我觉得哇 好可爱 如果你硬性要他穿 这样就不对 这个小孩子他穿得很快乐 你看 同样年龄的两岁的小孩子 别人穿的是娃娃鞋 他穿的是妈妈的大脚鞋 高跟鞋 我觉得他走得很正常 很好 看到小孩子的纯真 小孩子的可爱 本质上有没有错 没有 没有 但是他妈妈看到他穿这样 他觉得不行啦 你这样不对啦 所以他妈妈冲过来 你这个小孩子不像话 冲过来要把那个鞋子要脱掉 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不要阻止他 这个小孩子这样很可爱 他走得很稳重 很稳健 很好 你不用担心 你让小孩子快乐地玩游戏吧 大人本来很操心 担心 怕他这样受伤 而且觉得说 你这样根本不合理解 根本不正确啊 结果大人要冲过来 但是我讲了之后 妈妈就 好了 放下啦 然后他也在旁边 看着这个小孩子 穿着妈妈的鞋 还蛮可爱的 所以大人也笑了 你看哦 他这个小孩子穿这么大的鞋 看起来好像错 但是我看到小孩子的天真 活泼 可爱 他玩得很高兴 包括他走上去 都走得很好 所以我们给小孩子的空间 能不能大一些 只要他没有去伤害别人 只要他这个动作 没有真正的危险性 我们能不能给小孩子 更大的空间 那小孩子他会在更大的空间里面 玩游戏 玩得很快乐 所以你看他自由自在 为什么说鞋子一定要穿合脚 不合脚不行吗 我快乐 又没有去伤人 如果说跌倒 跌倒了 小孩子他高兴快乐就好 只要本质上没有去伤害别人 我们给小孩子更大的空间 让他快乐成长 来 我们再看看 这个小女孩 跟他奶奶到北京植物园那边 这是去年 我们在北京植物园 看到的一些情况 因为我在拍拍 看到一个小女孩 突然 那个妖鸟的这样 屁股 疼不了的这样 那种被摄影摆的姿势 一定比你好 有没有看到 你看他摆的姿势 我看到小孩子那种自然的展现 没有造作很自然的呈现 再来没多久又看到一对母女过来 刚才那个是奶奶带着孙子过来 这是母女过来 那我们来看 这位小孩子没多久 妈妈帮他拍照 我看他摆的姿势好好看 有没有看到 来我们看这位小女孩 妈妈帮他在拍照 我看到他那种小孩子 那种纯真快乐喜悦 而且是比一般的模特儿 还更棒的姿势 说实在看到那个舞台上 在展现的那个模特儿 我常常看到太造作了 尤其他们走路走起来 我觉得太摇摆了 很多的造作就变成失真 那我看到这位小女孩 她展现出来的知识是那么的自然 她看到我在拍 她有回头看看 她也知道我在拍 但是她妈妈在拍 她继续摆姿势给她妈妈拍 你看她的脸部 那种纯真喜悦 她肢体语言展现出来 是这么样的活泼可爱 来大家看她下个姿势 我看到 这个小孩子这么会摆姿势 而且都是自然的 不是她妈妈告诉说 你下部要怎么摆 不是这样 她妈妈你这个拍好之后 然后再来 好 她有摆不同的姿势 给她妈妈拍 我看到小孩子的 纯真 可爱 喜悦 自然 虽然肚脐露出来给你们看 也没关系 你看小孩子的纯真 后来看到她 帮她妈妈拍 这个小女孩看起来 大概读国小一点几 看她帮妈妈拍 你看她的姿势怎么样 那个架势 你看就好像有种艺术家 很自然的流露 不是雕塑 不是雕琢 她就这样自然的流露 然后摆这样的姿势 所以我看这个情况 我觉得她的姿势比她妈妈还更好看 觉得这对母女都很阳光 很喜悦 很可爱 所以后来我就跟这个小女孩讲 你能不能摆个姿势让我拍啊 我就邀请她摆姿势让我拍 所以你看她这个是特别摆给我看的 摆给我拍 你看你看信手连来 不是妈妈教她你要怎么摆 有没有比你们更会摆 很可爱 这个女孩她就是活在爱 活在很大空间的世界里面 她才会能够这么自然的展现 如果父母亲给她很多的压力痛苦的话 你内心痛苦她能不能这样自然展现 展现不出来 像前面那个小蓝海笑不出来 那你看小女孩 妈妈也是这么阳光 喜悦 然后给小女孩这么样的自然的 自由的发展 而这个小女孩展现出来的 就是这么的纯真可爱 她这个姿势摆完之后 再来下一张 我觉得比那个职业模特儿还更棒 职业模特儿很多看起来都还有很多的 什么 造作 过分 或是一些妖媚 但是你看她很自然 很纯真 我们拍好之后 就又分散开来 我们继续拍 那他们母女也走开到其他地方去拍 结果没多久看到又会合了 你看我在旁边看 她妈妈 你看帮她拍 我们看看这个小女孩 她的姿势 哇 很多的变化 我看她手中拿着一朵掉落下来的花 在路边她捡到一朵花 那这朵花还可以用 在她身上 你看这个小女孩拿这朵花 她摆出好几种姿势 她手上有一朵花 你看 然后她有时候又交到左手 然后放在胸部 看看 都不是妈妈告诉她你怎么摆 然后这个姿势拍好之后 她又变化另外一个姿势 让我觉得看到天使 活泼 可爱 那她现在手中还有夹那朵花 你看她下一个动作 是摆这样 本来花是有夹在手中 但是因为这样的姿势 结果花掉落下去了 但她不知道 最重要是我们看到她的姿势 变化很多 而且都是很自然 这个都是在告诉我们 她内心 快乐 喜悦 纯真 你看 很快乐 又很有自信 然后摆出很多的姿势 后来我看了很可爱 我又跟她商量 再跟她妈妈借一下小女孩 我说妹妹 你能不能再摆个姿势 让我拍一下 觉得你的姿势很好看 第二次再借这个小女孩 然后她就摆个姿势 让我拍 第一次她很自然 然后这一次摆出一个姿势出来 然后这个姿势摆完之后 她就跟我讲 她说 我不会摆了 她就跟我讲说 我不会摆了 本来她这个姿势摆好 我拍好之后 我跟她讲说 你可以继续再摆不同的姿势 她说我不会摆 我就跟她讲说 没关系 你就随便摆一个姿势 结果她就摆出这样一个 通俗版的姿势 那这里面 有没有看出那个人工雕琢 那个人工雕琢里面就有了 为什么 因为是陌生人 如果我跟她很熟的话 她就可以很自然的继续展现 这时候就会有一些 有为的配合 因为小孩子 她本来是很纯真智 很展现 但是当她有为配合的时候 就会看到一些 这是因为硬观众要求 所以一个人 如果不是做她真正内心喜悦的事情的时候 她会带有勉强 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小女孩 她真的就是天使在跟我们视线 什么叫做天真活泼 小孩子有时候她虽然会生气 但是要知道 她的生气一样都不失纯真天使之心 小孩子的脸孔 是这么的活泼 纯净 可爱 老子希望我们回归赤子之心 就是这样 再来跟大家介绍这位很可爱的小女孩 这位穿红色衣服的小女孩 当她跟我见面的时候 是八岁读国小二年级的阶段 有一次她父母亲带着这个小女孩 跟我们见面 那她也是来学习一些课程 跟我们见面 有一次我们大家在小组互动讨论的时候 我看到她妈妈跟我们在谈 那这个小女孩静静的一个人坐在旁边 拿着笔在那里画东西 当座谈结束之后 我拿那个小女孩的画册过来看 当我拿过来看的时候 我很惊讶 这个八岁的小女孩 她画的东西里面 让我很惊讶就是 竟然处处都充满着爱 这是她画出海豚结婚的情况 海豚结婚的情况 上下都有爱 这是她画大自然的情况 那些鸟花都在唱歌 那些云也都很快乐 八岁的小女孩 这是她画海底的情况 仙女然后海底的那些情况 都很喜悦都很快乐 连那个水母还有那些乌龟都在微笑 你看这个水母 你看这个水母这么漂亮 然后又在微笑 连那个脸颊出来都是爱心 我发现奇怪 这个小女孩 她怎么能够处处都流入慈悲爱心 然后看到她画这个太阳 她画太阳系 你看太阳公公在她的心目中 是慈美善目 然后喝着饮料在小酌 太阳公公的那个舌头 因为这个饮料太好喝了 舌头还俏皮的伸出来 那你看地球旁边又有那个音符 音乐 这是她在传送 整个太阳系都在唱歌 八岁的小女孩 竟然都是自己在画 后来那一天座谈之后 她父母亲接我到她家住 后来在她家住了两三天 跟她父母亲互动的过程 我想说我对这个女孩 我很好奇 我问她 这个小女孩 她的画画是你们教的吗 她说不是 有请人来教吗 她说没有 是小女孩她自己喜好 从三四岁 她就开始拿笔在画 父母亲就是让她 随她的兴趣来发挥 我问她 那这个小女孩 你们没有请人来指导她 教她吗 她说没有 我问她 为什么你们没有请美术老师来教她 他们跟我说了一个观念 你会惊讶 她说她觉得要让小女孩 在自然天真活泼的情况下 来长大来发挥 让她在自然情况之下发挥出来 她觉得大人美术老师 会有她的固定的思路 画风 有她的风格 她担心就说 如果请美术老师来指导的话 会被美术老师的那个画风 思路风格所局限 我觉得 微人父母竟然有这样的眼光 她是担心请老师来 会受老师的影响 而把她的思路局限住 所以她觉得要给小孩子活泼可爱 让她自由去发挥 所以在这个过程 他们教育方面就是这样 他不随着一般人的那种价值观走 所以他们另外请家教老师 到家中来教学校的课程 然后让这个小孩子 你不要在那里为考试而去准备 你快乐的学习 快乐的成长 没有考试 不要考试 不要去跟别人比 父母亲很明理 我问她 那你是怎么样来指导她 教她 她妈妈说 不是我教她 是她教我 妈妈她看到这个小孩子 纯真活泼可爱 她觉得很多情况 她展现出来的 她说比大人的心灵都纯净 我们当然心里还会有一些明理心 这个小孩子都还会点醒她 爱心 良心 所以她说 我很多情况是跟这个小孩子学习 我觉得这个父母亲不容易 很明理 很开放的心 所以因为父母亲很明理 很开放 然后又能够跟小孩子处在屏蔽的立场 来尊重小孩子 所以这个小孩子在这么样的真正的爱的环境下 父母亲爱护她 支持她 你最大的爱就是支持她 让她把她的潜能兴趣发挥出来 所以这个小女孩在父母亲的爱的养育浇灌之下 然后又没有给她局限 所以她潜能都发挥得很好 哇 结果看她的画作 处处都充满了爱 你看到在爱的环境下长大的小孩子 她就会充满着爱 而且她的潜能没有被打压 所以潜能都发挥得很好 你看到这是她画出来的 这个小孩子她的想象力很丰富 比大人的构图想象力都还更大的发挥空间 她竟然画出画中有画 她在画 然后这个画里面那些兔子竟然也是在画 然后是在画山水画 画中有画 你看哦 八岁的小女孩自由的发挥 没有让任何美术老师来指导她 那就是在爱的环境下长大 父母亲就是鼓励她 你想学什么我就协助你 你如果这方面的课程你不想学 我就不勉强你 就这样 让这个小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 所以她天真活泼可爱 会有一些俏皮调皮 但是她那些俏皮调皮不会去伤别人 这是她描述 她画出父母亲带着她出去游玩的情况 那你看哦 她画得很有创意哦 父母亲的手是左手就放左手 右手就放右手 她这个小女孩在最后一边 她是双手交叉 双手交叉 呈现出她的活泼可爱的创意的一边 这是她画出她住的地方 那么样的都是充满爱心 我们来看哦 屋顶上也充满了爱心 还有哦 那个屋顶上端有烟囱哦 烟囱冒出来的烟 也是一圈圈的爱心哦 那个烟也都变成爱心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 她真的创意很好 那她在她的世界里面呢 都是这么的活泼可爱 处处充满的喜悦爱心 你看哦 连她心目中的云 云也在笑 也在喜悦的笑 太阳也在开心的微笑 鸟也在唱歌 这个不是大人告诉她怎么构图啊 她会自己会去找材料 然后她有灵感 她就画出来 哦 当我在他们家里住几天 我真的觉得 这个小孩子也跟我们上了一课 一般父母亲都会认为 小孩子应该要严格管教 怕小孩子不懂事 做很多坏事 所以要严格管教 爱她 很爱 但是往往背后的 一诗识 主宰欲也很强 导致很多小孩子被爱得很痛苦 痛苦累积一段之后 她就会反弹 反抗 叛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到老子所讲道的奥妙 回护到我们每个人的良心真心来 体会道的特征特性 每个人都希望自由自在 每个人都希望被尊重 我们能不能来到用平等心来爱护我们的小孩子 尊重我们的小孩子 充分的跟他沟通 听听他的需要 听听他的心声 当我们能够用平等心来对待小孩子 用真爱来对待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他就会活在真爱的世界里面 在被爱的呵护爱护之下 他的爱心良心也会发挥的更好 所以这个小孩子后面 他的所作所为都会充满的爱心 从刚才这位小年一孩 他的展现 大家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印证 所以希望大家学习到之后 然后回去对待我们的小孩子 对待我们家人 真的给他们更大的空间 尊重他们 爱护他们 依照他们内心所需要的 来协助他们成长 你能够这样 小孩子在被真正爱的呵护之下 他会过得更快乐更好 而且对父母亲会更孝顺 将来也会更会用爱来对待 对待一般人 对待亲戚朋友 对待我们的社会 也会用爱来爱护社会 国家人类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